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我们先讲巨舍论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树 实际上是分十八个 十八个它就约翼的外景有六种 不约翼的外景有六种 然后灯色的外景有六种 这样一来的话 总共有十八种 那么约翼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因为眼睛看的东西作为外面的愿 就是作为外面的这种愿 后来的话在自己的心里面 也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 这是从严实到那的悦意的这种树 然后我如果眼睛看到了 一个不好的东西的话 后来以严实作为愿 因为作为愿 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不快乐的 如果我看见外面的 也不是不愿意的外景的话 这就是一种本色的树 作一种严实的话 它有三种的 那么二实也同样的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 从这样来对风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的比如说五根实 五根实它自己没有真实的分别念 这个英明的说法和居舍论的说法 应该是相同的 比如说居舍论的说法的话 就是它知道外景 比如说眼睛看见外面 它知道 但是眼睛它自己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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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心有分别的执着 然后心把眼神这两个结合起来 然后去辨别 只是《量力宝宗论》里面 专门这方面的问题 阐述得清楚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讲的十八种树 你们不知道分析过没有 如果分析的话应该是这样 当然没有分析的人来讲的话 就是讲这些也是对他来说 可能也不是很有价值的 下面我们讲 《愚界缘子举有十八》 那么下面就是讲在三戒当中 三戒当中在十八个树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存在 哪些戒当中是有哪些树 他这样讲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愚界的话 愚界自己缘子底 就是缘子底的话 就是总共有十八个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愚界的话 就是外面的摄身 香味 厨 法 就是全部六个外景都有的 然后从自己的心来讲的话 乐树也有 苦树也有 摄树也有 三个树都有 三个树都有的话 那么依靠六个外景 也可以产生六种痛苦的树也可以 六种快乐的树也可以 然后六种灯色的树也可以出现 这样的话 如果有愚界的一个心 就是愚子底的话 就是总共有十八种树都有 如果是愚色界的话 那么树只有十二种 为什么叫有十二种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色界的话 它那个相和畏在色界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用一个愚界的心 本来愚界的心有乐 苦 还有摄 三种心都有 但是上面的外景只有四个了 除了相和畏以外的只有四个 那么有四个的话 我们的三种心外面愿的时候 四三一十二只有十二个树了 所以愚色界有十二 然后无色三种 无色界愿我们无色界的话有三种 为什么呢 无色界的色身相为除法里面只有法 除了这个法以外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我们愚界的心愚无色界的时候 只有法的树 除了这个以外是没有的 法的三种树以外 这是我们愚界的心来讲的 当然从无色界的话 他自己的苦受乐受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愚界的心愿色界的话有三种 然后从色界吧 色界的话 色界的除二叉有十二种 除二叉大家都知道 他这里他自己没有苦受 就是没有苦受 所以只有十二种愚愚界 然后愚之八受无色界 那么这个下面我们讲一上面讲吧 就是则有十二受愚之二叉 我在这里全部讲了 等一会儿下面也要讲 这些书在哪些界当中存在呢 愚界当中有十八种 全部是有的 这就是愚之地的六对境 可有十八种 六种对境可以有十八种 如果愚愚界的心 然后愚舍界 用愚界的心来愚舍界的话 在愚舍界当中是没有相和畏 就是没有相和畏儿子 因而一经营只有十二种 一受作为经营只有十二种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若以愚界的心来愚愚舍界至上的无舍界 愚界的心来愚界舍界最上面的无上界 无上界的话就是无舍界 无舍界的话在因在那里没有无尽 只有愚法的三种树了 我们愚界的心愚无舍界的话 愚法的有苦乐树三种 然后一参二参中有十二树 在一参二参无有一苦乐的树 一苦乐的树 这十二树也是愚愚界的 愚愚界的话 他们自己没有苦树 然后没有苦树的话 虽然愚界外境全部都是有的 但是依靠这个应该是十八节里面 没有一苦树 其他愚界的外境都有的 就是苦树吧 苦树之果 应该一苦树之果吧 应该是这个原因 而不是愚自地与上界的树 那么这个不是愚自地 就是色戒他自地的树 不是愚自地的树 也不是愚上面的树 愚无色戒的树 原因是自地与上界无有香味之果 因为自地香和味都没有 如果这样算的话 那么愚自地只有八个了 因为他那个意思只有乐和树 然后外境除了香和味 如果愚界除开的话只有四个 只有四个的话 依靠两个心得到的什么呢 得到的八个数 这两个色戒如果愚自戒则有八种 这个是刚才色戒的一禅和二禅的心 愚愚界的时候总共有十二个 因为愚愚界的时候 他自己的心没有苦树 没有苦树的缘故 愚愚界的时候只有 愚界虽然是外境全部都有了 六个外境地有了 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不足 因此只有十二个了 然后愚自地的时候只有八个树了 即是愚舍生出树的一乐树 应该因为一禅二三没有苦树 这个可能前面已经讲了 只有愚乐树和舍树 所以所愚的对境 就是舍生出树 总共有四个 然后自己的心有乐树和舍树 用乐树和舍树来愚这四个外境 总共得到的八个 所以一禅和二三愚自地的时候有八个 倘若舍树愚无舍树 那么舍树的天人愚无舍树的时候 他们愚无舍树的话 那么只有二树 为什么只有二树呢 因为舍树只有乐树和舍树 它只有两个心 只有两个心的时候 到了无舍树的时候 无舍树的外境只有一个法 所以乐树所得到的法的对境和 舍树所得到的法的对境 除了两个意外就是没有的 即缘为以法的一乐树也一色树 这是缘用我们舍树的这种 我们舍树的话 我们好像都在舍树当中也可以吧 都没有这种如生好一点 有了如生的话特别冷 舍树的话一般的 它依靠光深可能不会冷 舍树有没有很冷 应该有吧 那天我们下面七十节也讲的时候 它有什么如火的或者温暖的 也有这样说法 那它那个光深怎么热呢 应该科学期很凉很凉 是这样的 一发乐树 愿无舍树的时候只有两个树 只有两个树 一个是乐树 一个是舍树 这是刚才一树和二树讲的 然后我们舍树里面不是有四树吧 然后其他的第三树和四树 第三树和四树有六种树 因无有一乐树 那么第四树和三树的话 它的树全部是舍树 舍树就是没有乐树 苦树更不用说了 第一树的时候都没有了 第一树真心的时候苦树都没有了 所以它这个时候乐树也是没有的 乐树没有的话只有一个舍树 只有一个舍树的话 那么它只有圆外境的时候 只有六种舍树 因无有一乐树 并且信乐也是不会称为树之因果 虽然是有一种信乐树 但是它不会称是树 所以《据事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种六树实际上是值得 就是愿欲解的时候 愿欲解的时候 因为欲解就是舍树香味出 六个对境都有 然后那个四树里面的 第三树和第四树的心 就是愿我们欲解的时候 它只有一种舍的 舍树香味都有一种 不苦不乐的一种树的感觉 它就树不到什么快乐 痛苦 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也是因无有一乐树 并且信乐也是不会称为树之果 这六种树指的是愿欲解而言的 所愿是愿欲解 愿欲解有六经 舍树香味处都有六经 如果愿舍树 刚才第三树和四树的心 愿舍树自己的话 子弟的话只有四种舍树 为什么呢 因为舍树它从心的角度来讲 只有一个舍树 然后外境的话 它除了香和味以外 只有四个外境 所以如果他愿舍树的时候 只有舍树 子弟无有香味的愿 没有香和味的缘故 此二舍树若愿上面的五舍树 刚才第三树和第四树的二舍树 如果他们的心愿上面的五舍树 那只具有唯一的树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发的对境 那么第三树和第四树的心 只有一个舍树 所以他愿无舍树的时候 只有一个舍树 舍树的甘树 别的其他的人和也没有了 因所愿仅仅是只有发 无舍树它只有发吧 十八树当中只有发 这是我们刚才那个舍树 中间这一段时间 就是专门讲舍树 舍树它有三禅 它有四禅 它有四禅当中的 初二禅的境界和比较相同的 然后核在一起讲的 然后核二禅 三禅和四禅也是一起讲的 所以这个是愿欲解的 愿子弟的 愿无舍树的 这个详细的已经做了分析 希望不懂的时候 我想金刚道友问一下 这个比较简单 我想是只要把道理一一一一 动到去 这个不是很困难的 然后下面讲 无舍树的树有多少 就问这个问题 无舍树空无边树的位置顶 有四舍树 那么每一个无舍树 它有位置顶 那么这个位置顶 它空无边树的位置顶有四舍 原意是如顶持顶者 舍虚空无边之寂灭 四三味粗大 那么这个时候 它有一种四种色数 四种色数的原因 因为空无边树 它这里位置顶 相当于是我们所谓的夹行一样 还没有真正得到这种空无边树的餐顶 这叫做是位置顶 然后空无边树 食物边树都有一个位置顶 那么这些位置顶的时候 都有一种可以说是色数 所以指的是 愿色界的四层有色数 它这个愿色界的 因为无色界 愿色界的时候有四个色数 必有四对境之果 为什么呢 因为色界当中只有 除了相后位以外的 其他的四个对境存在的 然后它的位置顶的时候 有四个数 就是位置顶的时候有四个数 如果愿色面无所有等出 位置顶愿无色界 就是如果这个 它刚才那个是空无边树吧 然后如果愿色面无所有出 无所有等其他位置顶的话 那么这只有一个色数 只有一个色数 为什么呢 就是唯有一个法的缘故 因为他们的对境只有 他无色界的这种天人 大家也知道 只有他心一个色数 没有什么苦啊乐啊 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以他心也是只有一个 然后他的对境的法 也是只有一个 无有色界的四种真心 也是一个 然后无色界的 无色界的四个真心当中 空无边树 十无边树 他们的每一个 他的前面的位置顶的时候 有四个 这个主要是愿色界而讲的 愿色界讲的 然后其他的真心的时候 所谓的真心真正这个 比如说他如于空无边树 或者是如于事物边树 这个时候呢 那么他的实物只有一个色数 为什么呢 因为愿自体的唯一的法 就是有异情 他唯一的法是什么呢 唯一的法就是有这个法的对境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 我们讲分别境呢 还是有点关系的 我们前面如果知道是 无色界有多少个法存在 然后呢就是有多少个心存在 这些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 菌毛奔磁在辽阔的草原上呢 如果前面就是有种 这方面就是不太懂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是什么 是个愿之地 愿之地 到底这个愿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缘分 就是因缘的意思 然后这个愿呢 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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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可能有点 有这种感觉 这是这个十八种生 具有有了 这是以上呢 就是无色界色界 这个欲界的所有的数呢 已经分析完毕了 然后前面呢就是讲这个 这十八种当中 这些上面说我们分的呢 全部是通过这个有露的法而言的 就是有露法而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增上 有增上爱的这个原因 为什么宣说 那么下面呢 刚才后面有一句 就是后面有一句什么 其欲一所当所故 就是这句话 那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宣说 缘气当中只有光说 无明和明和楚楚 就是这四种就是 而不光说其他的缘气呢 十二个缘气 你为什么欺负他们呢 其他的都不光说 就是只有把这个无明和那个明呢 就是给他们特殊的这个照顾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 就是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真的为什么是这样啊 我也好像理解不了 不知道是可能是有个密意吧 就是有些人生邪见的时候 把这个邪见呢 就是就称上一个很好的名字 就是有个密意吧 他下面呢 说是有个密意 就是这个密意告诉你 就是因为这个四和六处呢 就是在前面的分别界当中 已经这个宣说过了 就是所以在这里不讲了 然后这个心和有呢 就是心呢 就是一般业的意思就是 所以下面这个我们 第四品里面也会讲的 然后这个心和有都是在第四品里面讲 还有这个爱和趣呢 就是第五品就是 随便品当中也会讲的 就是有关烦恼的这个睡眠问题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在这个第五品 就是第五品呢 一般俱舍论当中是最难懂的就是 因此很多人特别特别害怕就是第五品就是 其他的呢就是他们都觉得是不是很难的 就是第五品是最害怕的 就是很多人都就是怕那个五品 所以这个第五品当中呢会宣说的 因而呢就是其他的缘起在这里不相较 宣说的缘故就是这样的 它的密意就是这样的 这是那个 讲那个十二缘起当中呢就是这个树 就是树在这里做了一个广说 那么其他呢就没有这个非常广说 下面呢就是以这个比喻来说明三次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十二缘起来归纳起来的话呢 就是烦恼和业和失 就是这三种当中可以包括 就是这三种当中可以包括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这三种呢就是通过比喻方法来可以说明 予许烦恼如种子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承认这个烦恼呢就像是种子一样的 柔弄根树与康疲 业如举皮过药花 丝如成熟之饮食 他这里呢就是讲我们的业和烦恼和失 这三种比喻称有几种比喻 他这里说是烦恼就像是种子一样 就像笼一样就像是树根一样 就像是树木一样就像康疲一样就是讲三个比喻 四五个比喻吧 然后这个业呢就像是具有这个 具有这个什么外面的这个皮的这个锅一样的 还有这个肉这个药一样的 花一样的就是它有三种比喻 然后这个食其他的七种十二元气呢 就是我们比喻成这个食里面 那么这个食呢就像是成熟的这种食物一样 成熟的已经做好了的食物一样的 然后羊鱼已经高油高里面煮好了 就是煮好了呢 叫我吃的话呢我不想吃你给我滚出去 昨天我一个人给我煮羊鱼 然后说是煮好了你吃不吃 我说是做这个干什么 就是下去下去下去好好好就下去了 这就是食物一样的 如何以比喻来说明十二元气琐事的三部分呢 十二元气当中包括在烦恼和业和事 这个我们昨前天已经讲了 所以举手论最好是前面每一天的问题搞动 搞动的话后面的问题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有些人提出一样的 就是我前面的时候是没有好好听 就是现在都是天天都是坐飞机 就是那这样的话是可能要坐四五个月的飞机 就是真的有点时间比较长 就是希望就是还是要好好地做不然的话 那今天这个四五个月坐飞机 然后将一名的时候也要坐飞机 将中观的时候也要坐飞机 还有像这个相关转轮的时候肯定要坐飞机 所以来到这里就是要好长时间坐飞机 就是这个现在飞机票也是比较贵 因此看看会不会有点困难啊 就是不过还是认真的话 自己不要把自己有一种轻辱的难度吧 就是我肯定不懂这个法 这个举手论对我来说不是很懂 我是一心一地修大圆满的根基 凡是听一下 只不过是五部大论斯 没有听的话有点可惜 不然我肯定就是多于听不懂 不要这样想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还是要划 这世间划出去的话呢 有时候真是有些人就是修密法也修得可以 然后俱舍论同时也抓得很不错的 就这样的话时间就是同样地过了 所以我觉得是在其他的分别念当中 什么那个度过时光呢 就是不如在这个智慧当中还是度过 就是所以这个俱舍论真是在 如果你俱舍论和英明这些大号基础的时候 以后看什么经典论典都不是很困难的 他的推理方法 分析方法 因为这里是比较复杂 比较难度 然后其他的一些法解释的时候也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大家现在也算是开头了 现在第三品还有五大五品 因此我想应该现在都是还不辞 现在来的话还不辞 不然现在就不行了 已经前面没有好好听 那天我都有点伤心了 前面两品都是没有好好听 现在我就可能没办法了 每天讲的时候都是有一种 脑袋里面有一个热乎乎的感觉 不知道是什么热乎乎的感觉 热乎乎还是很清凉的感觉 应该现在冬天不是热乎乎吧 如果热乎乎的话是多么好啊 他前面昨天我们前面不是讲的 信和有是业 其他的七个是是 这样的 所谓的烦恼它这里比喻成什么呢 比喻成种子 以烦恼入种子 为什么这样呢 种子当中可以生出金和业和果 同样的烦恼当中产生烦恼 烦恼当中产生业 烦恼当中产生事 所以它当中一切都可以产生 烦恼比喻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烦恼就像是龙一样的 因为有了龙的话 龙存在大海也是不会干涸的 喧化上日总是龙有很多的分类 有些叫做人的龙 鱼的龙 天人的龙 还有旁生的龙 比如说像鱼的形状那样叫做鱼龙 然后像人形那样的 以前释迦牟尼佛面前 经常有人形来的这种龙叫做人龙 还有一些天人形象叫做天龙 龙分的有很多的 一般来讲一些大湖泊里面 龙王存在的时候大海是不会干涸的 烦恼存在的话 轮回的大海也是不会干涸的 同样龙存在善有的大海 烦恼的龙存在的话 善有的大海不会干涸 所以我们经常说度过善有轮回大海 这个原因 然后烦恼就像树根 刚才那个草不是 它这里是树根 如果树根没有断 就会长出树也挡 同样若为断出烦恼之根 就会产生轮回 烦恼也入树木 树木中能复生生鸭 果等等 烦恼中也可以再度地产生野和食 这是烦恼的三种 烦恼还有一个必须 烦恼还有如同康疲 具康疲的果实中能产生妙牙 如果康疲全部学完了以后 那么不一定产生妙牙的 同样烦恼的得损业当中可以产生过 一般有始终他认为烦恼有一种得损 他的得损 包括得损和习气 全部要摧毁 如果没有摧毁的话 他有这种得损和习气 那么以后会生过的 这个原因 然后业 下面讲业的比喻 刚才不是业对烦恼和业 业当中也是有心和忧吧 业如具康疲之果 灵犹是如前 这个灵犹跟前面一样 烦恼一样 业有像是药 药只能发挥一次性的作用 同样业只能产生一次的异熟果 业它只能产生一次性的 比如说我们造的恶业 它在地狱里面感受以后 再次感受没有这种规矩的 所以药也是一次性给它起作用 然后把它扔掉的重要的话 就好像要急着的也可以养 今天也可以喝 明天也可以喝一样 有些医生的开的药也不同的 有些说是今天也再熬一下 也再喝一下 没事 多喝的好 没事 没事 又没事 多喝一点 你会真正说 但是一般来讲是熬一次 再没有效率把它扔掉 就这样的 就像是业一样的 然后业又像是化一样的 实际上化是过的经营 先开化 然后再开始结果 同样的业也是事的经营 先把业成熟 然后事再继续产生的 这是我们前面从两个世间当中的阶段来 也可以比喻的 然后七色就像是盆调好的饮食一样 煮好的饮食也可以说吧 饮食也是所享用的 饮食煮好的也可以享用的 同样的七叶也是七色 七色也只是所享用的 而不会产生其他的异熟果 如果再继续产生其他的异熟果的话 那阿罗汉他也要熟业果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会有这种过失 下面讲摄义 下面我们前面讲的缘起 缘起的众生已经广缩了 现在是摄义 摄义的时候他这里说 都是我们前面讲的四种有 本有 摄义 生有 还有种有 在四有当中 生有实际上是烦恼性的 这也是从字体的根本烦恼而言的 那么其他的善有 其他的刚才生有初开的话 还有摄义 本有和种有吧 就是这善有 这善有的话 具有善种 具有善种除了烦恼以外的 还有有烦恼 烦恼也有 也有善 也有不善 也有无极法 有善种 五色节没有种因的 下面这样讲的 若问既然说有私有 那他们的本体是什么呢 私有种的生有是烦恼性的 这是一般来讲 大家我们也讲了 所谓的生有 比如说如太的话 如太的刹栏叫做生有 但是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生有的心全部是烦恼性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为什么是烦恼性呢 因为扭转在轮回当中的这种心 应该是烦恼性 当然这是居舍论的说法 如果密宗的一些说法 有些密宗观清净的红子 然后以清净的意念当中不离开而入太的话 这不一定是烦恼性 这是密宗不共的说法 然后大乘的有些经典当中也是 入太的时候 有些大菩萨入太的时候 依靠不可思议的灯词 依靠不可思议的发愿力 依靠不可思议的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他也有入太 故意入太的 就像《经观众暗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就像是观花园一样的 他这样的话不一定是烦恼性 但是这个是大乘不共的说法 这是大众不共的说法 所以按照居舍论的说法 一般来讲所有的生有全部是烦恼性的 那么以什么烦恼来接生呢 以什么烦恼接生生有呢 以子弟的一切根本烦恼接生的 以子弟的比如说 你这里的子弟应该按下室的本有吧 因为中医他要烦恼的话 你要转生到色界的话 以色界的这种根本烦恼 就是《居舍论》的那个应该是根本烦恼 不论是以其他的智分睡眠来接生 比如说贪心 嗔心 嗔恨痴心 那天我们也讲了 有些众生以嗔恨心开始入太的 有些众生他就是贪着 比如说转生到地狱里面的时候 也是觉得这个火很热的 我应该去烤烤火 结果就转生到热地狱里面去了 或者在这里面有什么人具啊 这个我们前面有几个焦点已经讲了 所以按照他们的观点 这是以根本烦恼来接生的 而不是以其他烦恼来接生的 除了生有以外的其他的中有 本有 私有吧 私有都具有善 比如说有善 有不善 还有无极法善种 这个可能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本有的话 从接生到最后四字间 所以在这个一生的漫长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造善也也有 有时候造恶也也有 有时候无极的也有 这个我们比较好懂 然后本有大家都知道 然后终因生的 终因生的时候是 有不善业 大家都知道 终因生的时候互相生嫉妒心 痛苦这种也有的 然后也有善业的 我们讲阿罗汉的时候 很多阿罗汉在终因的时候获得涅槃 成无以果位的也有这样的 然后无极法终因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当中 有一些出于不知不觉的终因的时候也肯定会是有这样的 然后私有 私有的话 有些有善行当中死的 善行当中死的 小尊也承认你死的时候一念三宝 一念佛陀 这样善行当中死的也有 有些烦恼当中自杀的也有 有些烦恼当中应该有些可能不是烦恼 也是很快乐的 诸佛菩萨现实也是有 比如说你看见这个情况比较紧张的话 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别人比较紧张的时候 自己以善行当中离开人间的话 后来确实是很多金刚道友也获得自由 也有这种善行当中 也有一些无极法不知不觉当中死的 所以死刑也有这样的 所以其他的三个有有三种 就是善和不善 无极法 三种都具足 那么他们哪些戒当中存在呢 他们在哪戒当中存在呢 一戒与色戒当中是具有色者 就是一戒和色戒当中 刚才那个中有本有四个有全部都存在 无色戒当中只有前面的三种 无色戒无有中有 这就是具舍论的观点就是无色戒 这无有中有今天讲到这里 是什么地方 我所不讨论的 evangelist 是什么很高明的 我每个人都投赏 每个人都在哪里 在哪里 是什么地方 我得放在哪里 我开心之外 因为我他们就在哪里 很多本人都可以 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